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贵重的器皿 前面的两堂信息 第一堂讲到的是以诺 第二堂讲到的是摩西 在他们那个时代 摩西 以诺都做了神贵重的器皿 那么今天的第三堂 我们要讲到的是耶利米 受苦的先知耶利米 在那样一个国破家亡罪恶泛滥的时代 耶利米做了神手中贵重的器皿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来看耶利米的时代 跟今天的时代 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耶利米的那个时代 有两个最大的特征 第一个是苦难 那个时代 真的是他们在面对国破家亡 面对外族的攻击 面对着许多社会上的纷争 杀戮 饥饿 饥荒 瘟疫 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之所以他们会面对这些苦难 因为他们罪恶泛滥 他们拜偶像 他们行各样的恶事 得罪了耶和华 以至于神的审判就领导他们 那么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 其实我们仍然在面对着苦难 这个之前发生的三年的疫情 这个世代的国与国 民与民之间的争战 政治的世界局势的分裂 对立 经济的衰退 生活的民生的艰难 不断发生的各样的苦难 患难和艰难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同时看到 今天的这个时代 是一个罪恶泛滥的时代 我们每一天眼睛所看到的 耳朵所听见的 每一天在这个时代 在我们的眼前所发生的 太多丑陋的事 太多黑暗的事 太多可怕的事情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为什么会有先知这样的一个职份 先知就是神差派进入百姓的当中 向他们传达上帝的信息 要让他们在罪恶当中悔改 在苦难当中得安慰 在绝望当中得盼望 所以这个是耶利米 神所给他的使命 很多的弟兄姊妹 我们都对先知这个词 是有误解的 我们常常都觉得 因为中文的翻译 先知就是比别人先知到 我们常常误解 先知就是预言未来的人 我们不否认 先知有预言未来的功能 但是先知在本质上 并不是预言未来 先知就是上帝的Messenger 是上帝的话语的出口 是上帝的信实 先知就是原原本本的传讲上帝的话语 上帝如果讲到过去 先知就要提醒百姓 过去神的恩典 神的作为 上帝如果讲现在 先知就要提醒百姓 在当下这个时刻 我们要如何的向神回转 如何的呼求神 如何的归回到神的恩典当中 上帝如果讲将来的事 那么先知就是所谓的预言未来了 那么最核心上来讲 先知的职分并非预言未来 先知的职分乃是原原本本 诚诚实实 传讲耶和华的话 所以你就发现在旧约的先知 他们常常都是说 耶和华如此说 然后呢 以色列啊 你们要听 所以他们就是传递上帝的话语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应该成为这世代的先知 因为上帝的话 已经托付给了我们 就在我们手里的这一本的圣经当中 我们今天已经不再需要 好像那个旧约时候的那个先知 以免听上帝的话说 耶和华如此说 所以我要告诉你 所以你要听 今天上帝所有的话语 所有的心意 所有的启示 已经完整地记录在这一本的圣经当中 所以我们已经有了上帝的话 那么我们跟先知的区别 就是我们能不能像耶利米 像那个世代 那么一大群的先知那样 即便是死 也绝不放弃自己的使命 即便是面对逼迫患难 也仍然站立地稳 原原本本 层层实实 传讲上帝的话语 我所爱的弟兄 我所爱的姊妹 上帝的话 已经托付给了你我 我们有没有勇气 来做这个世代的先知呢 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要传讲的 这一段的圣经 耶利米书 主题叫做 有泪有火的耶利米 我们的经文是在 耶利米书的第一章 四到十九节 和九章一节 二十章的第九节 在我所选的这些的经文当中 我们能够看到 要成为一个时代的先知 要在今天这个世代当中 做神手中贵重的器皿 是有几个条件的 在这里我们最少看到 做先知的三个条件 哪三个条件呢 第一 就是要看见神的意象 耶利米是先能看见神的意象 什么叫做神的意象 弟兄姊妹 就是从神的眼中看世界 就是明白神的心意 就是明白神在我们身上 更是在他百姓 在这个世代 在未来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作为 我们明白了上帝的旨意 明白了上帝的心意 我们才有道可传 我们才知道 要如何的用先知的言语 用上帝的话语 来劝勉这个世代 来劝勉教会 来劝勉世人 那么在这个耶利米书 第一章当中 我们就看见 上帝让耶利米看到了 两个意象 第一个呢 是信数之的意象 上帝就问耶利米说 你有没有看到 你看到了什么 耶利米说 我看见了信数之 上帝说 我必留意保守我的话 那么在这里 因为中文的翻译 可能弟兄姊妹 对这一段的圣经 就不太容易理解 那信数之跟上帝 留意保守他的话 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在原文当中 上帝是用了一个谐音字 来表达他的心意 信数之的希伯来文 是Shaki 留意保守的希伯来文 很像 叫做Shaka 所以上帝就问耶利米说 耶利米你看到了什么 耶利米说 我看见了Shaki 上帝说 是的 我会Shaka 留意保守我的话 所以这个是 耶利米看到的 第一个意象 也就是说 上帝的话语 必然成就 上帝借着耶利米 所讲的话 没有一句落空的 那么第二个意象是什么 第二个意象就是 耶利米看到一口烧开的锅 自北而勤 意思就是说 将有那个 异国的杀戮 这个国破家亡的灾难 要临到他的国 也就是后来巴比伦 这个入侵 有大国 那么他们就 国破家亡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透过这些的意象 耶利米明白了上帝的心意 透过上帝心意的传讲 耶利米把神的心意 神的旨意 带到他的百姓当中 那么 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 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看见上帝的心意 或者你能不能 从上帝的角度看世界 从神的眼睛看这个世代呢 上帝到底要让我们看见什么 我记得当年我的师母 那么她自己在 刚刚蒙照 做传道人侍奉的那些年间 她曾经做过一个异梦 或者说她做了一个梦 上帝在那个梦中 对她有一个很清楚的心意 那段时间呢 这个有一部电影 叫做泰坦尼克号 可能是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但我也相信上帝 借着那部电影 对她说话 她看了那部电影之后 晚上就做了一个梦 这个梦是什么呢 她就梦见自己 在泰坦尼克号的上面 船沉了 那么她就上到了 救生船的里面 可是那个船是有空位的 她就看到海里 有很多人落在水里 她就对船上的人说 我们赶快去救那些落水的人 可是船上的人 却没有人肯回去救那些人 他们划着船 逃啊逃啊逃啊 逃出去很远之后 他们才良心发现 当他们在转过头来 要去救那些落水的人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发现 海里的人都已经死了 一个人都救不了 就是在那场的梦的里面 上帝就对我的师母的心说话 上帝就对她说 你们为什么不去救那些落水的人 你们为什么不去救那些失丧的灵魂 你们不是总有机会的 后来上帝就配合了我们两个人 让我们两个立志服侍神的人 就结为夫妻 我们结婚以后 我们就被神拆派 去到一间教会里面去植堂 去建立教会 那么我们是在一个大的 粤语的教会里面 建立一个国语的普通话的 一个教会 一个堂 那么在我们那个国语堂 独立崇拜的那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是2008年的5月4号 2008年5月4号 是我们第一堂的独立崇拜 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 你记不记得那一年的5月份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2008年的5月12号 也就是我们独立崇拜之后的一个礼拜 就发生了四川汶川的大地震 我们本来很感恩 很开心 第一堂的这个国语的崇拜 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来参加 我们很多的人一起敬拜神 用普通话 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敬拜赞美神 来传讲上帝的道 我们非常的感恩 结果没有想到一个星期之后 坏消息传来 我们的祖国 我们的这个同胞 遭了大难 那一场的大地震 这个将近八万人死亡 很多的人失踪 几十万人伤残 很多的百姓 被压在那个废墟下面 救不出来 我们看着那个新闻 解放军的战士 武警的战士 因为救不了那些废墟下面的同胞 他们痛苦在外面哀哭 我们那个时候 我跟我的妻子非常的痛苦 以泪洗面 我们天天跪在上帝的面前哀求 说神啊 求你救救我们的同胞 就是在那个痛苦的祷告当中 上帝让我们看见了一副异象 上帝对我们的心说话 上帝说你们以为只有在四川 汶川那个地方 才是一片废墟吗 上帝说整个世界都是一片废墟 所有不认识我的人 都是在废墟下面求救的灵魂 你们哪一个基督徒 好像那些救不了同胞 在外面哀哭的解放军 武警的战士一样 你们为什么不去救他们 留给你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因为当时所谓黄金救援 七十二小时 上帝说我给你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回来的日子尽了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意向 在上帝这样的一个提醒和警告当中 我们就在上帝的面前立定心智 我们一定要在这样的一个 末后黑暗的败坏的时代当中 去抢救那些废墟下面求救的灵魂 我所爱的弟兄 我所爱的姊妹 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 物质极大丰富 你会不会也是乱花剑玉迷人眼 你在这个世代当中看见了什么 你只看见了那些丰富的物质生活吗 你看到了这个世代的那些高超的科技吗 你看到了那些美好的生活的享受吗 你有没有看见今天的这个世代 是好像泰坦尼克号一样 很多的人在冰冷的海水里面求救 你有没有看到今天的这个世代 它真实的属灵光景乃是一片的废墟 那些失丧的灵魂是在废墟下面向你哀求 为什么你不去救他们 如果你看不见这样的异象 你不可能成为这世代的先知 要成为世代的先知 不仅要看见神的异象 你还要传讲上帝的话语 上帝把他的话托付给了耶利米 上帝说你就把我的话告诉他们 上帝怎么说 耶利米就原原本本把他的话告诉那个世代 告诉神的百姓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当我们来面对神话语的时候 我们基督徒常常有两个亏欠 第一 我们常常没有好好地认认真真的读神的话 我们没有在神的话语当中扎根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神说了什么 神在他话语当中的心意 你传讲什么呢 第二 即便我们读了他的话 明白了他的心意 但是我们却不敢讲 因为今天的这个世代 是一个逼迫患难的时代 今天的这个时代 无论东方 无论西方 对教会 对神的百姓 对圣经 对基督的信仰 很大的逼迫 很大的患难 很大的这种封杀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 你传讲上帝的话 你告诉世人说 你是罪人 你要悔改 你告诉这个世界说 你如此行是得罪了耶和华 你告诉世界说 上帝的话是如此如此如此说 你们要回转归向神 你告诉这个世界说 你要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神同行 你是要被逼迫的 你是要被小瞧的 你是要被人来攻击的 来为难的 你是要失去 你在世上的尊荣 你甚至你在世上的 那些在人眼中 看得一美好的东西 那么你还敢 来传讲上帝的话吗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要知道耶利米 为什么我们说 他是受苦的先知 因为耶利米 为着传讲上帝的话语 他面对着极大的逼迫 近乎死地 那些人想杀他 苦害他 折磨他 凌辱他 可是耶利米 至死忠心 没有什么能够夺取 他的志向 没有什么能够把神 放在他心里的意向 上帝的启示 上帝的旨意夺取 你可以杀我 但你不能封住我的嘴 让我不传讲上帝的话 为什么耶利米 有这样的心智呢 弟兄姊妹 因为耶利米 他生命当中 最少有两个 极美极美的特质 也就是我为什么说 今天这堂信息的主题 叫做 有泪有火的耶利米 我们常常一讲到 耶利米的时候 我们就说 他是一个流泪的先知 那我们就觉得 好像耶利米很软弱 其实不是的 耶利米流泪 是出自于耶利米书的 第九章第一节 在那个地方 上帝的话就告诉我们说 耶利米他以头为水 以眼为泪的泉源 他为他百姓中 被杀的人昼夜哭泣 所以他的眼泪 不是他软弱 他的眼泪 让我们看见耶利米 对神百姓的爱心 他极其的爱 他的同胞 极其的爱神的百姓 他为着神的百姓 昼夜哭泣 所以这是他对 他同胞的爱 他为什么能够持守使命 为什么直至死地 他都勇敢地传讲上帝的话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 唯有上帝的话 才能救他的百姓 脱离国破家王的绝境 才能把他们从死地 拯救出来 因为耶利米爱他的同胞 他才有这样的心智 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对我们十四亿的同胞 有没有这样的爱心 我们有没有为着我们的国 我们的民 昼夜流泪祷告 昼夜在神的面前哭泣 恳求呢 耶利米书二十章 第九节 还告诉我们 耶利米生命的另外一面 就是他也是一个烈火的先知 在那个地方 圣经就说 耶利米书 他说 假如我不提耶和华的名 不再奉他的名讲论 我就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 闭塞在我骨中 我就寒忍不住 不能自尽 从这里我们看见 耶利米对上帝的爱 对上帝的敬畏 他说 你如果封住我的嘴 不让我讲上帝的话语 他说 我的骨头里面是有火在烧的 我寒忍不住 不能自尽 所以没有人能够封住耶利米的口 因为他心里面 爱神 敬畏神 神托付给他的使命 是他生命当中 制大的 因为他对神忠心 所以我所爱的弟兄 我所爱的姊妹 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一个 黑暗的逼迫的 患难的世代当中 为什么不敢传讲上帝的话 为什么我们自己封住了自己的口 为什么我们没有承担神的使命 为什么我们如此的软弱 我们背后的原因大概就是这两点 第一 我们没有真正爱我们的同胞 第二 我们没有真正的爱神 敬畏神 对神忠心 所以我们的大诫命是什么 尽心尽信 尽义尽力 爱主 我的神 其次也相仿 就是爱人如己 当我们没有承担神 当我们没有承担使命 当我们不敢去传讲上帝话语的时候 只说明一件事 就是我们爱己 胜过了爱神 也胜过了爱人 我所爱的弟兄 我所爱的姊妹 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悔改 重拾那起初的爱心 愿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用那从他那里而来的爱 去爱神所爱的人 也去爱那一位爱我们的神 若没有这样的爱 如果我们眼里没有泪 骨中没有火 我们绝无可能在这个时代当中 做一个传讲神话语的时代的先知 我记得好多年前 当我刚刚信主的那段时间 我是山东人 你知道山东有很多丘陵地带 很多小山 我家是住在半山的一个小区 因为我们门前的路是很陡峭的 是一个很陡峭的下坡路 所以常常在那里发生车祸 有一天当我下班回来 走到我们那个小区门口的时候 我老远就看到 有一辆家常的运煤的大卡车 在我们小区的门口翻车了 那个煤洒了一地 然后好多的邻居就在周围 围了一圈人在看 当我走到前面去的时候 看到车头的前面有一滩的血迹 然后我就问邻居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说这辆运煤的大卡车 在下坡的时候车闸失灵 然后就在我们小区门口侧翻 然后翻车的时候把小区门口 一个修鞋的鞋匠给撞死了 然后我心里面突然之间 非常的难过痛苦 然后我回家以后把门关上 跪在地上就向神嚎啕大哭 认罪悔改 因为我差不多每天都从 那个鞋匠前面经过 我还常常把我那个烂了的鞋子 拿到鞋匠那里修 可是我从来都没有看 那个鞋匠是一个需要耶稣基督 需要神拯救的灵魂 我只看他是一个鞋匠 所以我从来都没有向他传过福音 但是那一天我知道 我再也没有机会把上帝的救恩告诉他了 这个人的灭亡 我有份 我与他的血是有份的 所以我那天在上帝的面前 立定心智 我说神啊 从此以后 只要我有机会 我一定抓住机会 向每一个人传讲神的话 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 亲爱的弟兄姊妹 做一个时代的先知 你不光要看见神的意象 明白神的心意 你还要勇敢地传讲上帝的话语 然后第三 你还要相信神的应许 因为耶利米当他蒙招的时候 他是很恐惧很软弱的 耶利米对神的回应是 我是年幼的 我不知道要讲什么话 因为他知道 当他要做先知的时候 他面对的一定是极大的逼迫患难 可是弟兄姊妹 你要知道 耶利米所面对的患难 并不单单只是君王 领袖 整个国家社会 以色列的百姓 对他的逼迫患难 甚至是他自己的家族 他的亲人 对他的逼迫和患难 为什么 因为耶利米 他是出生在一个祭司的家族当中的 而当时以色列民的被盗 犹大 整个国家的被盗 不单单只是君王的问题 百姓的问题 祭司在当中犯了大罪 他们把百姓带到了邪路的上面 所以耶利米不光责备君王 责备以色列百姓 他的使命 也要责备祭司 可是那些祭司是他的什么人 那些祭司是他的叔伯 是他的父祖 是他家里的人 那些养育他长大 爱他的人 他将来要奉耶和华的名 来攻击他们 来指责他自己家里的人 所以他成为所有人的仇敌 这才是他恐惧的地方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一样的 当我们要传福音 当我们要承受神的使命 我们要传讲耶和华的话的时候 逼迫患难 也从我们的家里而来 从社会而来 从国家而来 从四面八方而来 但是上帝对 耶利米的应许是什么 第一个意向就告诉他 我必留意保守我的话 上帝的话一定会成就的 我们奉主的名所传讲的 神的启示 神的话语 句句都必成就 而上帝后来又对耶利米说 上帝要让耶利米成为 奸臣铁柱铜墙 他们要攻击耶利米 却不能胜他 可是弟兄姊妹 你要知道 从耶利米的眼中看来 他根本不是奸臣 不是铁柱 不是铜墙 他是非常软弱的 他们才是奸臣铁柱铜墙 他们有国家的机器 他们有士兵 他们有刀墙 可是就好像当年先知以利沙 在被亚兰的军队围城的时候 他的仆人非常的惊恐 但是以利沙却祷告说 神的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睛 让他看见 他看见什么 他看见满山的火车火马 以利沙说 那与我们同在的 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 我所亲爱的弟兄 我所亲爱的姊妹 我巴不得 你也看见 同样的属灵的真相 那与我们同在的 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 我们来征战 不是靠着刀枪剑挤 乃是靠着耶和华大能的绑毙 上帝要使我们 在一切的逼迫患难当中 成为奸臣 铁柱铜墙 他们要攻击我们 却不能胜我们 这是我们所坚信的 这是上帝的应许 我们深信 耶稣基督就要回来 他要为我们深渊 我们要与我们的主 一同作王 上帝在 每一个罪恶的世代当中 都呼唤那些世代的先知 兴起来 做上帝话语的出口 做他贵重的器皿 当世界的人都在犯罪享乐的时候 神兴起了造方舟的以诺 当以色列人都在拜偶像的时候 神兴起了以利亚说 耶和华才是神 上帝兴起了耶利米 耶利米至死忠心 宣讲上帝审判的信息 也是上帝复兴的信息 上帝兴起了彼得 彼得说顺服神 不顺服人 是应当的 上帝兴起了保罗 保罗说 故此我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而来的异象 上帝也兴起了马丁路德 他站在天主教的审判的 那个法庭上说 Here I stand I cannot change May God help me 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 我绝不改变 上帝帮助我 我所爱的弟兄 我所爱的姊妹 巴不得上帝也兴起你我 成为这个时代的先知 让我们可以做上帝手中 贵重的器皿 为他发声 我们勇敢地说 Here I stand I cannot change May God help me 这就是我的立场 我绝不改变 上帝帮助我 愿神大大的使用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我们站在这里 我们站在你与这世界之间 我们要做你话语的出口 要做这世代的先知 没有什么能够改变我们 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根基 因为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 就是我们所领受的使命 我们要做耶和华神 你话语的出口 求主兼顾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见你的意向 有勇气传讲你的话语 让我们坚信你的应许 以至于我们信心坚固 站立的稳 主啊 使用我们 做你手中贵重的器皿 恭敬地祷告 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们